大家好 烧哥 大家的话平时应该经常听到我们说啊 三一手机又跳水又降价 降了多少多少 可是你们一打开官网看到看到那个全新的价格 还是跟原来的一样都没有骗 变动 其实这个的话 我们所说的降价并不是说这个全新的国行降价 只是二手还有港版的一个价格降价了 今天的话 我们去帮一个粉丝拿一台这个港版的s2u 我们看一下 这个华江北这边这个港版全新的拿货要多少钱 现在在这里是远望数码商城 这个的话就在华江北地点站 逼出口出门的话就是这个市场的 我们现在直接进到市场 看下现在的行情怎么样 我们上到三楼之后就直接来到这家叫合成金银的 这家的话做的就比较大一点 先去大家对比看下价格 我们看一下它的价格的话是70207050差不多7000左右 之前稍微过一点 但是这个价格的话也是稍微贵一点 然后我们再去给大家看一下 就给你6900 带票的就等下可以拿是吧 6900代表这个现在是值钱的话 这个价 是啊 每天都有更新 这里拿货就少一点给你 嗯 降价了啊 手机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了 这个是s2有港版黑色256的 然后我们最终拿货的价格是6900 手机现在我们已经拿回到家里面了 港版的话应该都知道 港版它是没有膜 因为过外观都是要拆封 并且手机都是已经激活的 他就是没有使用过而已 然后手机的话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先打开啊 这个的话是一张发票 大家看一下这个是9698买的 这个的话是一个手机的创号 然后s2u256上面这些都有 然后这个是一个澳门的 澳门中澳联保 澳版的 澳门版跟这个香港版港版的话都是统增港版的 然后上面一个时间大家可以看一下202年4月6号 日记的话都是非常新的 然后手机里面也给大家看 港版的 它跟国外的里面的这些东西一样 有一张这个这个码 然后手机盒子里面也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盒子的话我感觉比这个2u的还要金宝了 里面的话就一根数一线 然后还有一些说明书 这些我们就不拿出来了 因为这个客户买的是全新的 我们搞太脏的话 收到就不好看了 把手机激活给大家看一下 这手机的话 我还帮这个粉丝 帮他已经刷好这个国王系统 因为他本身来货的时候 它是港版的系统 港版的系统 说实话 相对国王系统来说没有国王这么好用 所以我就建议把这个系统给刷了 然后我们顺便去市场帮他刷了 刷这个系统的话 花了10块钱 手机现在已经成功激活到这个界面里面了 然后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手机 这个是亲密 手机的话亲密没问题 然后屏幕这些的话也都没问题 这里都都看过了 然后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创号 像这个发票上面 它是有一个创号的 尾号的话是7070 然后手机后面这个创号也是7070 然后还有一个点更重要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创号 跟这个序列号一定要对得上 因为我之前帮过一个粉丝 拿过一台 也是港版全新的 它这个创号的序列号是对不上的 为什么对不上 因为他那个手机是换过主板 所以才导致对不上 不过后面的话 我就换了一台新的就没问题了 所以大家在买这个在拿这个港版新机的时候 要把这些创号全部对一下 然后这手机的话 大家是大概的话 就看一下周围这些有没有有过使用痕迹啊 看过这些尾差有没有新的使用痕迹 反正我们是这台的话 我们是七六千九拿了 然后给到这个客户的话 我们是加了一百块钱 跑腿费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拿货的价格就在这里 港版s2有港版黑色是六千九拿的 然后我们给到这个客户 给到这个客户的话是七千 这扣的话呢 就直接打了七千块钱 所以这个的话 跑腿费 我们就加了一百块钱 像我们刷机费的话 又出了十块钱 实际的话 到手的一个就赚了九十块钱 我们反正我们这边拿货 还要顺便帮大家看一下这个七七 有没有 有没有说是那种拿二手来啊 中心装起来当做新的卖 我们都会看好这个七七 反正90块钱也不是白白赚的 帮大家都看好这个七七 然后像这个港版的s2有值不值得买 我个人认为的话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国航下全新的应该要9699上面 虽然说送有一个中电器 有些的话 可能就说 就算你送一个耳机 但是这个耳机的话 加上这个充电器的话 实际下来也使不了多少钱 像一个耳机也在五六百块钱 充电器的话也两百多 实际的话加起来就八九百这样八九百这样九六九九 那这个才七千 扣掉这配件的话 实际的话 国航的全新跟港版的全新 差下也有两千块钱 而且使用上面的话都是没区别 都是一样的 所以港版的价格说实话还是比较香的 就 期间就可以到手了 对吧